没有接受任何政府补助 靠着民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纸风车剧团花了五年时间 完成了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 到台湾每个角落免费表演给孩子们看 而纸风车今天也宣布将再次启动 用七年时间要走完台湾368个乡镇 大大的风车将再次启动 纸风车剧团今天宣布将用七年时间 来完成368个乡镇市区 儿童艺术工程 2006年开始 纸风车发起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 花了五年时间走完台湾每一个角落 免费表演给孩子看 重新启动风车只因为孩子的一句话 小朋友他们都每次都问说 那你们下一次什么时候来 于是纸风车计划从2013年起 花七年时间走完368个乡镇市区 为什么从319变成368理由其实很简单 368的乡镇市区主要是因应五都改制 然后除了原有319个乡镇之外 那当然包括所有五都里面的所有的区 所以我们会在台北最繁华的信义区中正区 我们也觉得在中正区信义区其实还是有很多孩子 没有看过表演啦 虽然要走的地方变多了 但不变的是纸风车要一本初衷 不向政府申请任何经费 完全靠民间力量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完成这场为台湾孩子的艺术工程 因为台湾现在很麻烦 只要谁跟谁拿钱 难力的问题清不出来 而且我相信台湾民众的热情 会赢过政府的主动私语 纸风车表示 只要单一乡镇捐款满四十五万元 就前往演出 民众也可以指定捐款给自己的故乡 让故乡的孩子踏出接触艺术表演的第一礼路 记者许恒茨 庄志成台北报导